六一儿童节 六一儿童节是每一个小朋友的节日 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说都很期待 但是 2022年的六一儿童节 是一个很特别的儿童节 因为2022年 是中国动画一百周年 说起动画片 想必大家脑海中 都会浮现出许许多多的回忆 有宝帘灯 大闹天宫 天书奇谈 这些动画片 都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 中国动画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 中国动画片的诞生 离不开万事兄弟 1922年 当时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艰难局面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 万事兄弟创作动画广告片 书震东华文打字机 开启了中国动画的创作大门 只能满岸 listed童年 有一点 产队纹 第三点 第二点 神经典 我们开启了 土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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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